线上教育凉了 元宇宙高等教育来了 2020年5月16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校长Mark Fisher 在一场虚拟的毕业典礼上发言 恭喜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是你们让伯克利变得更好 这场虚拟世界里的毕业典礼 重建了学校100多栋建筑物 包括学校的体育场和小商店 随着元宇宙热度的不断提升 越来越个人正在加入到元宇宙的激烈讨论之中 提到元宇宙如何应用到高等教育 特别是最近特别火的线上高等教育 硅谷到处充斥着 元宇宙教育描述的愿景 远远不是允许学生戴上VR眼镜 做化学实验这么简单 所以如何看一个Metawarsity项目 要看它在这两个维度上有什么创新 这一点和传统的线上教育相比区别明显 在这里每个参与者在前人留下来的宇宙基础之上 可以自由地自我创造 形成新的共识 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 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为Metawarsity的一部分 进而影响之后的学生 这是一个个元宇宙教育需要的一个 与现实世界的中心化的接口 是个基建 几年前 Work和Tekak的出现 降低了视频拍摄的门槛 引入了元宇宙概念到已有的线上教育中 作为企业 不应该抱着我们如何引入元宇宙的元素 来服务已有的线上教育的心态 而是应该想如何用我们今天的教育软硬件 去辅助元宇宙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